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2岁的少年李延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能和皇位建立联系 他爱好骑射 剑朔 发算 音乐 围棋 赌博等著版游戏 而且十分精通 用多才多一点也不为过 可以说是一位神童少年 唯独对政治 李延丝毫站不上边 闲通14年闹够了的唐义宗突然病危 掌握进军的刘行生和韩文曰 不约而同的江墨国定在了这个 只知道玩耍的少年身上 他们利用掌握进军的便利条件 拥立位排义宗第五子的李延为太子 在义宗去世后即位为帝 改名李轩 视为唐习宗 唐习宗不是第一个被宦官拥戴的皇帝 在他之前已经有六七位是这样上位的 只不过这么小就登基李轩是第一个 12岁的游戏少年一下子坐到了龙椅上 处理账务的能力是没有的 顽利的本性是难以改掉的 即便贵为天子 所追求的不过是成为基球冠军 这也是刘行生和韩文曰的如意算盘所在 他们希望新帝王能一直在掌握之中 让他们摆布 结果他俩的满行期待换来目瞪口袋 这位12岁的少年根本未把他们放心上 在给他们封功绝后 转而将一个身边担任小马房式的宦官提拔为书密使 这个人叫田令姿 注定将在于史册 二 宦官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 在讲田令姿之前 有必要普及一下唐朝宦官历史 话说当年唐玄宗李隆基发动唐龙之变 拥戴父亲瑞宗李戴上位 后又诛灭了太平公主集团 自己成为最终得胜者 其中 有一个颇有力气的小宦官 自愿带人卧底 刺探敌情 施李隆基知己知彼 这个人就是高吕氏 高吕氏始终陪在玄宗左右 忠心不二 玄宗自然投桃报李 将他视为心腹 但有奏报 接过高吕氏之手 大士报玄宗 小事高吕氏自己就出力了 玄宗还派了一批宦官 担任监军董职 监督将领 宦官逐渐成为一个 很有前途的职业 经历安史之乱 皇权虚弱 新皇帝与朝城有天人的疏离感 和防范之心 自然依仗一起 陪伴长大的宦官 宿宗戴宗时期的李甫国 成元镇 文宗 武宗时期的仇士两 等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宦官不仅要和外朝大臣斗 还要跟翻阵斗 更要在自己内部 优胜掠汰 其竞争非常残酷 为了前途 他们会拼命伺候主子 以期哪一天主子能上位 自己跟着掌握大权 田凌兹就是这样 他作为既往李延身边的小宦官 使出浑身解数 让李延开心 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 逐渐让李延生出无比亲近之人 叫他阿富 李延登上皇位之后 立即让田凌兹成为宦官中 最有势力的人之一 第二年 田凌兹又升为神策军护军中尉 执掌进军兵权 逐渐将流行生韩文曰排挤出去 韩文曰被迫退休 唐锡宗在朝堂上指认田凌兹 因此一应正式都交给田凌兹 田也毫不客气 大小事都不汇报 唐后期形成的皇帝宰相汉林宦官 重要意识机制 严应奏对成为白色 宦官取得朝政的决定权 田凌兹这个人还非常个性 每次与唐锡宗见面 都是准备两份故事 一起坐着聊天 吃完再撤 在田凌兹眼中 唐锡宗只是一个孩子 而非需要敬畏的皇帝 三 无心泛炎的落地秀菜 876年在科长努力十年的高产 用一手上高侍郎 敲开晋神大门 获得推荐 高中进士 天上必逃何路重 日边红杏已云灾 芙蓉生在秋江上 不向都难 怨未开 在他前一年 有一个名叫皇朝的年轻人 放弃了科考 选择了风险性极高的反叛事业 追随早一年在蒲阳启事的王兴之 当时 盐是朝廷一大收入来源 价格又高 百姓根本吃不起 皇朝家族世代贩卖私盐 让吃不起盐的百姓免于淡食 自然获得他们的好感 皇朝本人精于骑射 又爱打抱不平 颇有后世隔壁老乡 及时与宋江的风采 再加上 他家群众基础本来就好 很多人莫名而来入伙 皇朝的队伍很快 升到了数千人的规模 能打仗的皇朝出名了 会写师的皇朝也出名了 有人传出来说 皇朝少有大志 五岁就能做出著名的蹄菊花 萨萨西风满院灾 蕊寒香冷蝶难求 他年我若为清帝 暴雨桃花一处开 有一个关注时事的诗人 林宽感慨道 莫言马上得天下 自古英雄皆解释 同样是作诗 考中的高产乖乖去做官 成为员工 考不中的皇朝 毅然转行做了老板 可见考试不仅能改变个人命运 还能影响国运 四 不能合力的翻阵 王先知皇朝起义兵后不久 朝廷就任命了拥有管辖权的 平卢节度使宋威 为骤道行营招讨 草贼使对二人进行征讨 并令周围五个节度使进行合围 一开始 宋威在宇州城下 打得王先知匆忙逃命 宋威竟然上报王先知已死 就把征讨部队给解散了 过了三天 有人报告 王先知要开始攻城掠地了 朝廷要下仗集结部队 这引起将士的不满 两年后 王先知想投降 宋威竟然不上报 王先知派部下向招讨副都监投降 结果遭到宋威半路截杀 导致齐义军对朝廷失去信心 是唐锡宗错过了招服义军的良机 而几个节度使也注意自身利 考虑进行观望 客观上纵容了齐义军的壮大 只有中午军节度使崔安前 认真贯彻朝廷旨意 全力以赴组织抵抗 借了宋州之委 保证了运河的安全 确保江淮地区 粮食财富人员不断地输送长安 到前复五年 王先知被杀 其残部与皇朝会合后 渡过长江 一路未遇到抵抗 直至攻陷广州 沿途的节度使门不战而逃 连个像样的抵抗都不曾组织 后来还是由于皇朝部队为北方人 不带南方水土 很多染上疾病 部队检缘三四成 皇朝无奈北上 他们从贵州入湘江渗流而下 一路拿下了衡州 永州 潭州 江陵不战自乱 往后皇朝进军襄养 结果由于轻敌被刘聚荣 以伏兵重击 皇朝损失惨重 但是刘聚荣并未成胜追击 而是发出一番言论 国家喜欢辜负人 有事就安抚将士 不吝啬赏赐 待事情平息 则弃之不顾 甚至会承担罪责 不如留着他们 来保证我们的富贵 国家喜富人 要吉辅存将士 不爱官赏 事宁则弃之 或更得罪 不若留贼 已得富贵之资 于是众人 尾随一段后 即停止追击 导致皇朝再次壮大 刘聚荣并非完全胡说 朝廷在之前平定 求俘之乱 庞勋之乱后 谢莫杀驴 将立功的将领罢官 含了将士们的心 如今自食恶果 五 只会吵架的宰相 皇朝起义 朝廷本来可以采取 和平手段进行招服 却因为在制定政策时 朝臣内部出现很深的分歧 以至于出现了 唐朝前所未有的宰相之间 互相谩骂的闹剧 唐朝自755年 安世之乱至灭亡 中间历经152年 一直摇摇欲坠 却一直不坠 这中间固然有 宿宗 代宗 宪宗 文宗 武宗 宣宗的历经图治 更离不开 李毕 郭子怡 吴元恒 陪度 李德玉等文臣武将的苦苦挣扎 到唐锡宗时 朝堂之上已没有 统设全局的中枢之陈 宰相们谁也不服谁 互相撤走 皇朝占领岭南时 本想上朝廷投降 上表求认天平节度时 宰相郑天建议交付 而另一宰相卢协 则想让自己亲信的 高撇立功 立主征讨 为此双方互相整旨 加之二人之前 有私人矛盾 所以 整旨很快演变为漫马 卢协一生气 拂袖而去 不小心官袍染了 墨汁 后二人被唐锡宗罢官 六 安兵不动的将领 既然招服不成 就只有征讨 皇朝自广州北上之后 朝廷任命王夺 为诸道兴营兵马 都统前往征教 王夺到任后 修整五倍 还算禁止 但他犯了一个 不可饶恕的错误 就是任命了 没有真才实学的副都统 守潭州 以阻挡皇朝北上 当皇朝到来时 这位归宿不出 潭州被皇朝一日之内拿下 将领的门户洞开 王夺也因独职 被罢免独统之职 接任王夺的是高平 这位在此前平定安南的战争中 表情突出 因而被朝廷寄予后往 但是在信州之战中 高平害死昭义 赶化 义武 邓军 立功 而请朝廷将他们遣散 皇朝则以投降为幌子 害高平损失的议员大将 此以之后 高平转攻为首 开始安兵不动 哪怕皇朝渡过淮河 北上中远 高平也没有追击 从此 皇朝再没有遇到过 有力的抵抗 一路攻下儒州 剑指洛阳 为了减少抵抗 皇朝开展攻心战术 向唐朝各军发出通牒 叫他们守好自己的官类 不要多管闲事 这一警告果然有效 主军不仅没有阻挡 留下东都洛阳的刘允章 还是爱文武百官投降了 唐熙宗广名援演 公元880年 皇朝正式拿下东都洛阳 其不堪一击的同关 风鸾如炬 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 同关路 同关作为关中地区最大门户 历来享有一副当关 万副莫开的美誉 安史之乱中 格书汉带领精锐的安息军 守同关 若非出关也战 安六山不一定能拿下官城 同关门户一旦洞开 长安城将无险割手 而彼时的朝廷 一无可战之兵二无可用之将 不到二十岁的唐熙宗吓赏了 只有一味哭泣 而田令姿则建议派神策军攻农手 前去镇守 此时 汝正把节制制都指挥使 即刻让作保 皇朝已入东都境 陈收军退保 同关 于关外置债 将士屡经战斗 九阀资楚 周县残铺 人烟待绝 东西南北不见亡人 洞随交臂 兵蟹完毕 各司相履 恐一旦溃去 其早潜资粮及援军 事态发展表明 不用皇朝来袭 只要没有梁草和援军 唐军自行就会溃散 于是唐熙宗很快任命了将领 派张成范等人 率2800多名神策军 奴守奔赴前线 而神策军多是长安富家子弟 通过贿赂购购买的军级 实际并未入虎 更未经过征战 出发前夕他们的家长 害怕孩子到前线有去无回 有出钱顾乞丐 顶替出征 这些人几乎没有战斗力 结果可想而知 一天时间 铜棺被攻破 棺楼被烧 张成范便宜潜逃 皇朝紧随其后 很快就打到华州 8.唐明皇帝2 皇朝已经到了华州 长安城早晚不保 铁令兹带领500神策军 护着唐熙宗 四个王族及少数飞品 悄悄从金光门逃出 宰相 蒲舍等高级官员 竟然也未收到通知 其他百官更加无从得知 即使知道消息的 也因追不上而作罢 皇帝出逃后 长安城中大乱 很快 皇朝先头部队接管长安 皇朝本人在 隆重的欢迎仪式中 从坝上进入长安 他还发布了那条 很具有迷惑性的余令 皇王起义 本为百姓 非如李氏不爱乳曹 乳曹但安居悟空 给自己树立爱民的解放者形象 可惜这样的形象 没树立几天 皇朝军就在城中 大肆抢掠 杀害官员百姓 尤其将唐朝宗室杀害代际 其脆弱的形象立马碎了一地 迫不及待的皇朝 很快在韩元殿 举行了登基仪式 国奥 大起 改元金筒 很多藩镇倒戈 有18个藩镇投降皇朝 占全国藩镇总数的40% 唐熙宗则一路奔逃 而且先到汉中后到成都 成为继唐熙宗之后 第二位到成都避难的皇帝 有人则作诗讽刺道 马为阎柳正一一 重见鸾鱼 姓蜀归 泉下阿满应有语 这回修更愿杨妃 9 唐朝进入军阀混战时代 881年 在南下的路上 唐熙宗终于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 任命郑天为京城四面驻军 行营都统 同时授予他一项特权 莫斥除官 通过他 郑天可以自主任命官员 不需要提前报中央审批 只需事后承送朝廷即可 郑天在凤翔向天下发出讨皇席文 得到很多藩镇的响应 882年 王独传习四方 令各地支援官中 得到的消息沙徒 看到机会来了 不再甘于中老沙堆 转积极向南 捞了一个 河东截斗式的职位 其他藩镇也各怀心事出兵 他们不再听从朝廷号令 而是为自己争夺更多利益 同时 很多节度式牙将 开始犯戈一击 袭击节度式 自己取而代之 这种袭击主帅 趁乱夺权的现象 逐渐成为流行 据记载 唐熙宗一朝 有28个藩镇 在动乱中 更换了主帅 老藩镇被杀 新军阀崛起 皇朝起义 打破了百年来 藩镇割据 相互制约的局面 转而进入 混战格局 唐朝早已不是 那个唐朝 十 皇朝最后 还是失败了 皇朝得到 郑天策反 长安的消息后 派兵进攻奉享 郑天在几个 节度式的帮助下 在轮尾坡 大败 皇朝军 战杀两万余 趁机进兵长安 皇朝主动退出 驻军霸上 进入长安的唐军 一路烧杀抢掠 皇朝趁机回军 从各个城门 进入 唐军大败 第一回合 唐朝和皇朝 各有胜负 打了一个平手 第二回合 朝廷引入了 商力军李克用 李克用的加入 彻底扭转 对唐朝不利的局面 882年 在王重荣的努力下 李克用率军 四万南下 到883年 李克用军 与皇朝军 大战于梁田坡 皇朝军大败 随后 在联口和魏桥 两次战役中 李克用不接大赦 皇朝率 15万 连夜出蓝铁 入商山 逃亡蔡州 收服 秦宗犬 开始新的流窜生涯 长安收复 28岁的李克用 功劳第一 天下万名 皇朝继续冬季 在陈州遭到刺史 赵州兄弟的顽强抵抗 皇朝大怒 攻打陈州三百余天 耽搁了时间 导致其他藩镇尾随而至 皇朝大败 被迫退军 李克用一路追击 跟着皇朝进入山东 最后直追到他的老家 元举 才因为人困马乏 缺粮 暂时撤退 884年 皇朝被围虎狼谷 遭其外省杀害 其意彻底失败 十一 唐锡宗的日子 依旧不好过 皇朝虽然死了 但是秦宗犬的势力 却得到壮大 此人残暴胜过皇朝 派将领 四面出击 攻城掠地 所过之处 寸草不生 为解决粮草问题 秦宗犬 竟将尸体 淹起来作为菌鸟 导致千里 无人烟 有人说 皇朝为陈州的时候 不杀百姓 用大厨 砸为肉泥后 作为鸡鸟 因缺乏可靠证据 姑且只作为一种传说 有秦宗犬这样的恶魔在河南 唐锡宗宁愿待在成都 然而 长安不能不悔 885年2月 唐锡宗回到长安 经过皇朝之乱 朝廷能控制的地区 仅剩数十周 此时 藩镇与宦官之间 以利益分配问题 大起干戈 王重荣 自觉不是田令兹的对手 就请李克用绑马 李克用对田令兹 帮助朱文有气 就率军 助王重荣 田令兹 逼唐锡宗奔到凤响 第二年 田令兹又截止唐锡宗 奔宝鸡 又一次舍弃百官 朝臣陷入乱军之中 被洗劫一空 火上交友的是 焚宁节度使朱梅 倒向李克用一边 他另辟蹊径 看田令兹和唐锡宗 一时无法追击 干脆另起炉灶 李湘王李玉为帝 自己独揽大卷 朱梅本不是治国的料 因此他的所作所为引起众怒 包括李克用也不买他的账 转而攻击朱梅 刚即位不久的李云 最终为王重荣所杀 888年 唐锡宗又一次回到长安 刚回来后不久 经不起接二连三折腾的唐锡宗病死 其帝 吉王李宝即位 改名李米 又改名李叶 事称唐赵宗 十二 南亚北司之争 朱文得利 唐赵宗李叶即位的时候是22岁 正是干事创业的好年纪 他一上台就在京城募兵 短时间内就召集了十万兵力 889年 唐赵宗开始削翻 他两面出击 同时讨伐战绩四川的王剑 和战绩太原的李克用 不仅如此 唐赵宗还丝毫不给拥戴他上位的宦官面子 梦想着恢复真观气象 期望依靠宰相的力量 把权力争夺回来 这一切虽然让人振奋 但大家都明白 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连赵宗自己都知道 自己政令不出长安城 藩阵之间一味的谋求扩大自己的势体 朝廷少有不从 就兵戎相向 建制长安 逼皇帝杀宰相 赵宗朝一共25位宰相 有一半是被藩阵杀害的 但是宰相主导的南亚 与宦官主导的北思之争一直未停止 北思手上除了军事指挥权之外 还有裁权 而南亚的权力就少得可怜了 尽管如此 南亚还是勇敢的向北思发起了挑战 最后回合 北思利用手上的军权 取得了参政的权力 在朝堂上压倒了南亚 崔印一看不妙 主动引狼入室 请朱温入关中 诸灭宦官 朱温一看这机会太好了 立刻向京城发兵 北思一看这还了得 赶紧截至赵宗逃往凤晓 朱温一路追到凤晓 大军围整 903年守城的李茂针 献出赵宗及全部宦官 回到长安后 崔印没有给宦官喘息的机会 请求废除神策军 及各类金军 朱温则将宦官势力 八百余人全部杀害 从肉体上消灭他们 最终回合 当然是朱温胜 从此 朱温携天子以令诸侯 朝权大政 全部由朱温一系掌控 不久 朱温就不满足以百部皇帝 他要自己做皇帝 904年 朱温先除掉了崔印 继而逼迫赵宗迁都洛阳 赵宗一万个不愿意 也无济于事 几个月之后 赵宗在洛阳 被朱温部下所杀 朱温立辉王李柱为帝 是为大唐最后一任 皇帝赵宣帝 事称唐哀帝 时间到了907年 赵宣帝善位于朱温 大唐历史正式终结 从618年 李渊建国 到907年 唐朝灭亡 历经289年 中间有21位皇帝在位 大唐滚滚洪流 涌现出唐高宗李渊 唐太宗李日明 唐玄宗李龙基 唐信宗李纯 这样的开一代风际之君 也出现了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 唐太宗李玉 唐玄宗李臣 这样守成有为的帝王 他们共同缔造了中国历史上 寿命第三长的朝代 更是中国历史上最自信 最强盛的朝代 大唐开放包容 风华绝代 唐人的气度感染了全世界 至今在世界各地 尤其在东南亚地区 这一切与中国相关的都称为唐 将故土称为唐山 华人称为唐人 巧居世界各地的华人 世代相传 记住我们的祖先来自唐山 步过来自主组中的海外 水平满 海外 平满 不够 这镇可能很可怕 好